另外爱在新北市有梦乐飞翔卓越清寒学生圆梦基金感恩活动 在这次活动共有135名受奖助学生报名参加 而因为有圆梦基金的协助 让孩子们更加感受到社会爱的力量与支持 新北市政府卓越清寒学生圆梦基金 从94年成立以来 已经资助1,256次受奖助者 透过圆梦基金每月固定奖助金的协助 让学生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可以专心向学 圆梦基金这些年来帮助了我们很多同学们圆梦 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有成就感 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圆这些梦想 从国三就开始接受奖助的林玉祥 现在已经是台大大一的学生 这次他也特别回来 感谢这一路上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因为应该家庭经济可能非常不好 就是家庭经济 那就是跟你讲学金可以让我可以好好读完高工 读到大学 因为我觉得我考上台湾 台湾大学应该有一半的功能去 讲学金帮忙的吧 因为有圆梦基金的协助 有的家庭不再因为失去家中经济支柱 而生活在贫困中 而有重大病患的家庭也疏解了部分经济之苦 让孩子感受爱的力量 感受社会温暖的支持 听话天新闻沈志勇林景云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